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的太空事业中 旗下的星链服务、用户激增 近期更突破400万户 随着规模扩大 也衍生出相关的商机 像是低轨卫星平均5年就要泰换 再加上地面站以及太空维修等等 也进一步带动了圣达科、文帽、华通 以及药华等台厂有望跟着社会 3、2、1、ignition 透过火箭发射卫星 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科技公司的星链服务 今年9月已发射第7千颗卫星 用户数突破400万 显示增长速度越来越快 其实绝大多数的收入都是来自 由人造卫星才能够造就的某一些服务 像电信服务或者导航服务 还有对应所需要的地面设备 像比方说我们的GPS接收器 或者我们今天如果要用那个像星链 类似的那个卫星网路 我们所需要使用的数据机 天线跟那个路由器 根据SIA卫星产业协会的报告显示 2023年全球卫星产业总收入相较于前一年成长2% 研调机构吉邦科技也预估到了2025年 卫星产业总收入将来到3570亿美元 再加上卫星寿命有限 像是同步轨道卫星平均寿命15年 但跌轨卫星零地球最近受到的空气阻力也特别大 因此大约45年就会掉落 也衍生出相关商机 当中最老牌的就是在3491的声达科 那声达科第一季营收 那在整个低轨道卫星的占比达到33% 那第二季再来到44% 下半年应该还会再持续的成长 在功率放大器的3105稳貌 那同样也是有这样的低轨道卫星的题材 另外PCB的2313华通 以及2367的药华 那同样在地面站的部分也有这样子相关的配合 另外像是金宝的低轨卫星地面站主机板 也已打入国际供应链 随着太空商机爆发 公司总经理陈薇昌就曾表示 不只看好5G对低轨卫星的未来表现也充满信心 这林涵文正良台北长报导